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节 我们这一节讲到的是逻辑运算 SR 你知道什么叫逻辑运算吗 逻辑 是吧 这个逻辑所以怎么样 这个逻辑运算就是 两个条件或者多个条件 同时成立或者是有一个成立 或者是真是假假是真 这个种就叫逻辑运算 我前面说了 今天如果天气是好 并且如果是周末 我就出去玩 如果今天天气好 或者是周末 我都要出去玩 这个取反 这个时候有病 然后相反就是没病 这是三个逻辑运算 这个表的是 两个表示都为真 结果才为真 两个表达是 这个或就是 其中有一个为真就为真了 取反就是真为假假为真 是这样一个情况 下边我们来看卡 去找三个数 我们还是 新建一个 project 06-07段 这个讲的是逻辑表辑 这个讲的是逻辑表辑 还是把刚才那一串给他 用进来 stdlab.h 然后这一个 tm.h 然后拿到两个 拿到三个设计数 a等于 等于 random 100 这个啊 或者是 还是乱的 暗算的 tm.h 改完那个地址 才能是 dm.h Internet 型的b 就等于 random 这个 余上100 啊 Internet C 等于 random 余上100 OK 嗯 现在呢 我就 比较了 说是这个 Internet 前例结果 说 a 大于 b 并且 然后 这个 b 大于 c 这个条件 是怎么样的 OK r等于 百分 d 刚 n 然后 然后 再来说 r等于 a 大于 b 或者 或者 是这个 b 大于 c 这些表达是那个每次应算可能都不太一样,原因就是它是随机的,对吧 然后是 第三个r等于a大于b 然后呢这个结果再取法 注意啊,我们这样来算 然后再打印一下这个 与或非三个条件,对吧 嗯 并且就是说这两个表达是里面必须都为真,结果才为真 其中有一个为真 其中有一个为真 结果就为真 然后这个是 真是假 假是真 是吧 真真假假 是吧 我没看到abc三个值啊,谁说只看到结果了 所以这个 不太好 把abc都打印出来 a等于d空格 b等于d空格 c等于d空格 然后就是a bc 这还有一个反行吧 -n 好 嗯 先看看abc三个数 然后再来看看他们运算对了没有 a10b是62 先看a大于b对不对 a10b是62a大于b肯定是假吧 对不对 是吧 然后b大于c b大于c是对的 是吧 但是呢 这个 必须两个条件都为真才为真 所以结果是零是对的 对吧 嗯 因为第一个条件就为假了 然后第二个条件为真 它也是假 是吧 必须两个条件同时成立 这个第二个呢 a大于b肯定是假 但是呢第二个条件成立的 那或就是有一个成立就成立 这是这个与 OK 这个或 或 或就是其实叫或者 与就是这个并且的意思 并且吗 他代他并且 他代他 OK 嗯 这个去去反看下 a大于b是真还是假 a大于b是0 7反那就是1了 嗯 结果没错吧 没错 OK 嗯 这个例子呢就是演示的是一个 嗯 三个好像又讲完了 其实不是啊 我们这样来算一下 a大于b 然后是 并且的b加加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 或也给他这个 b加加 最后呢 我们再打印一下这个 print b的一个 嗯 像说考验你的时候到哪 那你算一下这个结果 然后说b 对吧 我们来用心一下啊 嗯 我先不打印啊 先 然后这个 想想 先打印吧 然后看看这个结果 说是看这个啊 嗯 嗯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 呃 A是50是吧 B是90 看你结果啊 50 大于90吗 这个 不不 的 哦 这个因为这样就乱套了 我先按下边这个 给他注释掉 先看第一 先看这个 好吧 嗯 我再重新认识一下 你你我认识你算 结果 说 A是74 B是70 C是82 然后 A大于B吗 大于 第一个条件成立 嗯 然后B加加大于C B加加大于C 然后是 这个条件对不对 B加加大于C B肯定是小于C的是吧 其实加加 因为这个后 先先算后加加嘛 对不对 嗯 所以说这个是 那肯定是假啊 但是这个B是71 这个没错 因为运算完了 它要加加 我们再来执行一遍 就是说有 你会看到 哎 这个B有的时候加加了 有的时候没加 这是为什么 嗯 刚才那个已经加1了 对吧 对啊 现在这个B这个运算完了 是没有加 没有加是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每次执行都加加呀 对吧 嗯 为什么呢 这个是 这个啊 这个就是 给你讲那个 叫短路 是吧 嗯 什么叫短路呀 这个物理里边有 有一个短路是吧 嗯 就是你那个线路 家里边一个电过了之后 要加一些负载 所谓的负载就是冰箱洗衣机 然后那个电视一套东西 还有你的那些灯 都给它加上 有有负荷 这叫有负荷 如果你那个线路啊 直接就是说两个线是一个圈 中间没有复杂 这就叫短路 是吧 嗯 就不走那了 不走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啊 嗯 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要加加 有的时候不加呢 看这刚才那个情况和这个情况有什么区别 这个情况第一个条件看是真还是假 19 B是50 那A大于B吗 A肯定是不大于B的是吧 那么第一个条件判断出来是真还是假呀 假 假 那么第一个条件已经是假了 后边有1000个真 那还是怎么样 还是假的 还是假的对吧 所以说后边这个我还有必要去计算吗 就没必要 是啊没必要计算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他就不走了 这叫短路雨 OK 他这个地方不走了 所以说B9也就不走了 原来是50 那后边还是50 你的明白 哈哈 我得明白 你的明白是吧 就说这个这个短路雨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刚才已经 看了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种情况 这个雨 再来看看这个或是什么情况 嗯 然后再把这个货的一个开放开啊 这是刚才那个货是吧 嗯 对 好了是吧 走 还没输出这个B 还没输出这个B 走 B加了没有 这个 这个54和55肯定加1了是吧 我们看加1是怎么加的 你看这个A是多少 A是11 B是 B是这个54是吧 嗯 这个条件是 这个条件是真还是假 第一个条件A大于B 那肯定是假的 嗯 那是假后边这个还要执行吗 不要 这是或是吧 或就还要执行 要搞清楚了 第一个是假 那第二个我还要看看是真还是假 对对对 那第二个还要执行 那比如说啊 这个现在第一个条件是真了 如果又遇上货了 那它会怎么样 你看现在就没加 为什么呢 看一下 因为货第一个是真 然后后边我就不用再计算了 是不是 货嘛有一个是真 它就是真 所以这语和货你先清楚了啊 这个短路 语和短路货这个有点绕啊 对自己研究一下哈 这个 反正这里边啊 逻辑里边就是什么点东西 你要把这两个搞明个了 一封面试应该没啥问题了 是吧 这个给你一个这样一个题目 你能算出来 是吧 那么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研究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课 讲到的一个逻辑因算 好吧 那么有关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很多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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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嗯 谢谢大家